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9月10號 早上10點快10點半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先鋒服的團隊演戰 先鋒服的團隊演戰 這個第2週的boss 也已經達到了47.8%了 然後來看一下我的這個攻局任務 所有職業 這個聖物核心提升到4級 這個不會太困難 然後參與消滅最終boss 這個我還沒達成 那我們看我們的工會 已經有很多大大都是親王 很多都是親王 那為什麼 他們已經消滅最終boss 但是這個玩我還沒有解決 因為你看 boss還要血47.8% 那是因為說第1週目的王 我連摸都沒有摸 所以說第1週目的王幹掉的時候 我的任務就不會被解 所以說如果說你完全 連王都沒有摸的話 這個任務是不能解的 所以我必須要等到第2週目王 當然這王我有打 然後第2週目王幹掉之後 我才可以解親王的任務 但是因為說那天 上線 這個太晚上線了 這個大家打太快 好沒關係 那反正這個時間應該還有 時間還有7天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那我現在目前的聖物呢 就是 反正就是慢慢歸 那其他都要升到4級的話 我覺得就是 就是歸 歸到說 這個直接掛到 然後直接裝上去 因為我覺得合成的話 也不急著 也不急著那麼快 那遊俠的話現在目前是5之5 5之5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 應該可以單吃8級成了吧 我來看一下 我的英雄誰比較多 這樣看不好看 我直接進入戰 直接進入戰鬥去 去看可能快一點 好攻擊 然後 我用這樣看 我有5個耀光 4個滿血 4個綠翼 唉唷 還真平均勒 4個亡靈 但是呢 亡靈的話呢 要扣掉兩隻坦克 所以我不要選擇 亡靈的角色 因為坦克的話呢 他可以無視那個 6、7、8級成的那個debuff 然後耀光 唉唷 半神虛空也蠻多隻的 半神虛空加起來 2、2、4 8隻 那半神虛空可能還可以打一下 好看一下 這是亡靈的不要 亡靈不要 因為亡靈本身兩隻就是坦克了 那有沒有什麼八級成可以玩呢 唉唷 都吃光光了 大家合作無間 那我的那個八級成也是 賴群的這個 樓切大大 分享給我的 這邊有沒有 滿血喔 有沒有半神惡魔的 半神惡魔我比較多隻 可是比較多是沒有用啊 我要遊俠多隻啊 那這個是耀光呢 耀光如何 好啦 蠻學好的齁 看看 阿塔利亞 可是我沒有阿塔利亞 這樣不合勒 稍微找一下喔 稍等我一下 哇 每一個八級成都有了 這個要多打兩個 賽希利亞 這可以 可是感覺好難喔 梅林耶 鑽30的梅林 然後 盧克雷蒂亞 有點能量隊的感覺 呃 這個是 看一下 老鼠 鼠炮 德雷斯 趴趴雄 其實也不能這樣看 應該看我哪一個體系的遊俠比較多耶 稍等一下喔 耀光隊我有幾隻遊俠 兩隻遊俠 滿血隊呢 三隻 綠玉隊呢 也是三隻 其實滿血跟綠玉差不多耶 對啊 滿血跟綠玉差不多 如果說半神惡魔呢 阿塔利亞 盧克雷蒂亞 然後 四隻 哎唷 半神惡魔還 還四隻耶 但是盧克雷蒂亞沒有要亂用 那個是打BOSS專用的 亡靈 欸 這邊有個半神惡魔塔喔 這個很恐怖耶 好 好我們就來試試看齁 偷玩 偷玩玩看 我們先把標記起來 巨型城鎮 好先鋒符才 才能夠這樣子玩齁 然後這個最最後一個這個BOSS的空地 一定要一定要放一個 打BOSS才會有5%的這個傷害嘛 好我們來放棄一個 我們來試試看5-5的這個BOSS能不能打 地圖我剛標記 GO 一場上一隻就好了 就是你 這樣子 然後 我們看看能不能夠不求人喔 來上一個戴蒙 然後 埃隆 恩 上四隻遊俠會不會 會不會太有把握 梅林 安芝 不行啊 安芝這樣勝負太低了 恩就 然後 德雷斯 然後給戴蒙 戴蒙不會受到debuff的影響 欸梅林可以開大 對齁梅林是那個半神惡魔啦 OK好 五隻我的遊俠行不行 看起來是沒什麼問題耶 我這是第1關 第2關的話 我的萊卡要留到第3關 因為第3關有這個盧克雷蒂啊 一定要速攻隊喔 半神惡魔沒有問題嘛 那我們就上一個 阿塔利亞 這一關就快到阿塔利亞了 然後 雙雷神喔 雙雷神很麻煩耶 痾 末日禁衛 末日禁衛 不會受到debuff影響 然後這個 珍貴的聖物精靈就給他了 然後再上一隻 狼人 好不好 然後耀光的話 光弓 唉唷光弓不知道撐不撐得住喔 好試試看試試看 慢一點慢一點 唉唷威啊 欸欸欸欸 啊撞上來撞上來太快了 這撞上來太快了 看一下 哇 哇大失血大失血 那這樣角色不夠了 哇 四半神 然後一個希拉斯 果然是不行 那 那 那如果說是盧克雷 盧克雷蒂亞獻技流勒 安茲 莫塔斯 安茲 這是不會被控的 哇 伊索德嗎 希拉斯 恩 伊索德 可以嗎 盧克雷蒂亞 盧克雷蒂亞 這麼快就掛掉了 安茲站在前面 啊完了完了完了 浪費體力了 浪費體力了 可以嗎 開大了開大 喔他幹掉老公了 哇 果然盧克雷蒂亞強啊 可是正式服不能這樣子搞啊 盧克雷蒂亞是 是打王重要的角色 那最後一關怎麼辦 最後一關 最後一關喔 索羅斯 雙子 還有沒有遊俠 有有有 塞西利亞 然後 萊卡 好吧 索羅斯 拜託了 拜託了 唉唷 唉唷 塞西利亞 幹掉了是不是 拜託了拜託了 啾啾啾啾啾啾 我來啾啾啾 喔好 這次僅限於先鋒服亂玩啊 這個正式服不能這樣子搞 正式服這樣玩可能會被踢出公會喔 好 然後 這個 他是要哪一隻啊 塔利喔 塔利神話應該 不多人有 OK好 那5之5的話 吃 八級城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啊 那因為這個半神惡魔塔 這個敵人比較刁鑽一點 哇那個奧瑟羅斯跟那個雷神 其實雷神啊 這種速攻隊呢 角色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這邊 玩完了 然後到時候我再去 打一下這個最終boss的小兵啊 或是這個boss 這個 這個 坎坎雪 好那另外呢 現在就是 我們來試玩這個新的角色 呃 什麼 名字叫什麼 格拉尼特 好 那格拉尼特的話呢 一樣 他的公會試煉呢 有 應該說是個賞金試煉 有這個公會試煉 大家是一樣是可以挑戰那個 就是那個等級的那個排名嘛 就在這個地方 目前是380級 那排名越高呢 總共大家公會可以獲得了這個 是金幣嗎 還是 還是那個資源啦 等下這邊是有任務的喔 所以說這個這個應該要打一次 通關一次公會試煉 這個不要忘記了 你如果說想要輕鬆解的話 你就直接降到300級 這一定是可以通關的 所以我們就先來一個解任務 解任務的話 我們就減減減減減減 已經是300了是不是 好 300的話應該是隨便上都可以贏吧 這個這個線不準了 因為敵人這個是300級 300級是不是公會試煉的這個等級啊 好稍微看一下 我們先解一個這個公會試煉的任務 200鑽石 不要不要浪費 然後第二關就 哇 還是四二魔隊 買一些是300級的一定過 因為這個你是可以用公會所有這個大大的這個英雄喔 你看那個 顏色 閃亮亮的 全部都是紅色 309 309 然後刻印是滿60 真的是太強了 好第3輪第4輪 這個是先解任務啦 所以我們先 在這邊看這個英雄的強度不大準喔 因為這個 我把敵人的等級射比較低 然後 又用到公會這些超級大大的這個角色 好解完了 解完了我們先領個200鑽 OK領完了 那我們就直接開打吧 直接開打吧 我們就先從 先從左下方開始吧 好那格拉尼特的話我們把他定位在應該還就是一個坦克吧 那貓貓 貓貓 好 雅色跟貓貓 然後呢我們就上一些 上一些滿血的角色吧 這樣湊個3滿血 那這樣子格拉尼特的話呢 我覺得他可能會有一點像是 有點像是烏龜 這種類型的 進攻型的坦克 他沒有辦法給 這個友軍任何的護盾 但是 他有蠻不錯的這個控場能力喔 大招啊然後死掉再釋放一次流沙 我覺得這還蠻有趣的 只是說這是公會試煉 所以我覺得他 他要 他要第一個死掉 或是 比隊友早死可能有些困難喔 因為他本身那個護盾還 還蠻坦的 而且他可以是不斷是 大概每12秒鐘 循環 產生一個這個 最大生命值的護盾 所以 一般來說 他 怎麼直接被秒了 薩菲亞的大球球 可是剛剛那個是 大家全部秒掉 所以看不到出來的時候 他在死前有沒有放出這個大招 好注意看 薩菲亞大招 是不是這個東西啊 是不是剛剛那一圈地上那個流沙 可能是他剛死掉之後地上跑出那一圈流沙吧 因為 因為那一圈流沙 不對喔 是對面老鷹是不是 那是老鷹的大招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不是格拉尼特啦 OK過關喔 不好意思剛剛電話來就斷掉了 好那我們就繼續打吧 他的那個石化要等到他放大招才會看得出來 因為他的他的特性是說開場後這個是 好像是309還是 等一下是309的 的那個特性還是 這個加劇 是專30啊 專30是一定要的 因為開場敵人就敵人頭上都會有這個石化標記 那石化標記是說 上一個石化標記 應該說他的招式只有大招會上石化標記 那你如果說上了石化標記的話 有石化標記的話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有石化標記再被 放一次大招石化標記才會被石化 所以這個專30是一定要的 不然你要開個兩次大招對方才有可能會被 會被石化到 而且他這個石化是一個 他前方扇形的這個範圍 所以並不是說全體都會 這個全體的攻擊 好那這個 所以說呢剛剛好像沒有看到這個格拉尼特放出大招 他只要能夠放出一次大招之後我們就可以看到對方被被石化了 那還是一樣 把他放在前排 唉唷 很多蠻血的 然後我們放一個雷恩好了 純粹就是增傷的 讓蠻血隊盡情的表現 好他身上都會有一個這個金黃色的這個坦然後他也可以給 說錯了他也可以給隊友隊友坦 好像是 欸 有有有 他這樣吹過去 三隻耶三隻耶 這個範圍有點像是埃隆的這個吸血 那個 獲得吸金跟那個後面的好像是迪賽拉吧 吹 吹 不過 不過這個是 這個是只有上石化標記 喔不錯喔 所以他站在前排是可以吹到三隻喔 站在中後呢 可是站在中後應該是沒有什麼用因為 他畢竟是會往前走的這個角色 好那我們就繼續用這一隊喔 敲敲敲敲 然後 給友均一個護盾最虛弱的 喔呦老鼠五隻劍 戳一下 哇牛牛被石化了 牛牛不能動了 好OK 喔呦這一隊還蠻好用的嘛 不過這是 這是敵人不強啦 對啊 然後我們再打 好那個 我們讓薩特娜對薩特娜 然後可愛所思 站在中後面 喔不對不對不對 有獅子就 就獅子站在前排吧 然後最後一個 我們來上一個小羊好了 好從啊 一開始敲一拳 身上都會有護盾 再敲 喔給護盾 碰 能量累積還是有點慢啦 可能還是那個護盾量太足了 所以他 他就沒有受到什麼傷害 敵人太弱了啦 他的護盾量太大了啦 敲敲 哇完全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格拉尼特上場 奇怪 是我方角色特別強嗎 怎麼隨便上上滿血角色都可以贏啊 那不然少個小羊好了 4個4個4打5 嘿 咻 敲 一個大招 撒特納開大招 這個時候是無敵的狀態 喔 對面有點難喔 格拉尼特尼特尼特要開大招了 不過他的好像被騙方位了 吹 這隻是誰啊 是谷編嗎 是薩特納是不是 所以剛剛吹薩特納是不是薩特納免疫啊 那還是換個位置好了 然後我們再試試看這一關 這一關的話呢 就把這個稍微注意一下對面的這個薩特納 薩特納的話我覺得雖然說推圖可能不好用 但是在團隊眼睛還有之前那個眾神獵場 只能用這個滿血的這個狀況還算可以用了 好我們看這樣子可不可以過 哎呦哎呦好像不行的吹 古編跟這個迪賽拉已經石化了 哇掛掉了 好所以算是坦得住啦 那這一關的話呢可能有一些難所以我們換一些比較正規的隊伍好了 這個來 埃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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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埃隆去吸下面是亡靈 先吸帶蒙跟這個古編好了 喔吸過來了 錘錘 哎呦在這個試煉還是帶蒙強啦傷害力那麼強 哎呦能量回復其實蠻慢的 是不是因為說他都沒有受到傷害啊 你看幾乎大家都開大招了 哎呦有點危險喔 到現在還沒開大喔 好開大了 石化住 OK迪賽拉石化住了 所以實際戰鬥會不會有開大招比較慢的這個問題啊 我記得他有一個招式是說他的那個什麼能量回復會 會加快嘛然後最後面可以疊加到100%吧 這是哪一招啊 是專武嗎還是家具 會偷人家命中率跟級數 感覺不出來喔 還是這一個 這一個 每次釋放石化流沙之後他的能量回復會提升10% 每次 疊5成 喔 可是 可是剛可以看到現在連放 第一次石化流沙這個大招都有問題 所以 所以他可以疊5成一場戰鬥他可以放到5次大招 那基本上 就不是一個太困難的 的關卡吧 或是給他號角 然後類似使用控場隊 可是控場隊的話 像控場隊的話 其實也不用格拉尼特 其他角色其實也是可以喔 所以有點尷尬 原先想說這個是不是 哇這個能量 那個那個恢復很快 可是他是放了這個石化流沙才會 才會提升這個能量恢復 但是剛剛可以看到 他連放第一次能量都有問題 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說這個難度不是很強 所以 他就沒有沒有受到什麼傷害 無法 這個 比別人快速累積到能量 哎呀貓貓掛掉了啦 有有有有有 摧啊 瓦爾克 他開大招的時候是無敵是不是 喔 唉唷 不錯喔瓦爾克 再吹 蛤 還是免疫 格拉尼特 靠你了 再吹呀 再吹呀 再吹再吹再吹 喔喔 吹到5次 喔一直吹一直吹 喔一直吹 喔 真的開到5次就真的還蠻有感的 呵呵 OK好 雖然說還是掛掉了 但是剛剛還在想說 還在抱怨說他的那個能量累積慢 欸馬上就讓你看到了齁拼命吹喔 那就這個樣子然後 上一個還是上貓貓 堅持上貓貓 格拉尼特非常慢熱啊 哇 都掛掉了 啊啊 中後是光弓喔 光弓的話要站一個會往前跑的 來來來來 趴趴熊往前跑 不要不要一口氣射我的後排 來 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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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閃避 啊是 咦 是奧斯卡會自己擦眼鏡把自己石化解除嗎 好吧好吧 那就大概是這個樣子齁 OK 格拉尼特 那傷害不用其他傷害 但是控場是不錯 但重點是說 要開到5次大才會 才會有那個狂暴的效果 或許可以搭配一下 他如果這樣一直吹的話 一直吹一直爽 這樣子我覺得也是不錯的 好那這個就是 新英雄 這個格拉尼特這樣子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忽然想到今天是不是 第2週的這個祕寶小彎 哎呀 真的是 好 那我們下一集再錄吧 第二週的話就是需要盧克雷蒂亞 然後 還有誰啊 盧克雷蒂亞跟霍德西金是不是 對 霍德西金跟烏龜 好那就是影片到這邊囉 掰掰